怎么划分呢 白酒的高度在四十度以上就是高度 四十度以下我们称为低度 它在1987年3月22号 在贵阳召开的全国增产节约工作费上 划分了有一个要大力开发低度酒的一个指示 从那个时候我们中国才开始有了所谓的低度酒 但低度酒有一个问题 我们如果把存粮酒 我们勾兑降度降成低度酒 它就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 它很粉浊 它粉浊怎么办 那我们就要通过各种手段去过滤 然后它就把它的有机分子给过滤掉了 香气啊什么都衰减了 衰减了怎么办 那我们就得不断的加香妙啊香精啊 等东西添加剂给在酒里面 这样就造成我们低度酒实际上就是一种勾兑酒 它里面就加了很多添加剂 所以我建议适度以下的低度酒我们不要去喝 但常规来讲 52度的高度酒 只要是存粮的 它一定是最好的 每个厂家一般酿酒的时候 留的最好的酒都在52度 所以说高度酒 低度酒 各个地方的口感有不一样 但是我们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 尽量去喝高度酒 低度酒没有保存价值 很多朋友喜欢尝点酒在家里 但是不管是什么大品牌也好 小品牌也好 我们第一不建议它尝低度酒 因为低度酒在储存过程中 它有一个非发的过程 本身度数低 水分多 那实际上我们珍藏了很多年以后 喝起来寡淡无味 所以我们建议要珍藏的话 一定是长高度酒 而不是低度酒 第二喝的时候 只有高度酒 我们才会把所有的酒的精华 在酒里面 才会体会到真正什么叫好酒 这就是高度酒和低度酒的区别